謝謝各位來這邊參與我們的活動 那這個心臟的伴墨呢 其實我們 我們知道說心臟的伴墨是類似一個拔門的 我們心臟拔血打出去以後呢 那最主要這個微創的手術呢 目前最清楚的是在主動脈半的一個手術 那我們心臟拔血打出去以後 要經過一個主動脈半就是類似我們一個拔門 那經過這個拔門以後呢 我們才可以到腦部才可以到全身 也就是說他要經過一個大門 然後才可以拔血 輸送出去到全身去 那也是因為我們心臟要打血出去以後 然後血液到腦部到腎臟到肝臟以後 我們才可以維持一個人的一個活動 所以以前人家說那個 身體的一個主動脈在心 是因為很早很早起血 就發現說我們的心臟呢 其實是主管全身全身的一個活動 所以甚至是說 最近在科技文明的事態 還是有人認為說 心臟有主宰了我們部分的那個 那個心理的一個掌握這樣子 甚至有人說心臟移植以後 還會傳遞他的靈魂在這樣子 那當然是現在的科學還是認為說 我們把腦部才是我們維持我們生命的一個活動的一個重要的地方 那最主要這個主動脈關閉的時候呢 就是預防我們血液的逆流 然後不要讓心臟這個負擔太大 可是呢隨著年紀的越來越老化以後呢 那麼從三四十歲我們年輕的一個主動脈半呢 就會跟我們的冠狀動脈一樣 然後慢慢的會有一些動脈半的一個成績 他成績以後呢 在這個這個 食元大小的時候呢 其實他還不太會有症狀 因為我們的血在通過這個 這個中冷酷大小的時候呢 其實還沒有一個壓力差 等到年紀越來越大 到了七八十歲以後呢 那麼到了一個五塊錢的一個大小的時候呢 這個洞變小了 那洞變小了以後呢 開始的你就覺得就是說 最近怎麼走路老是覺得有一點喘 是不是我老的 所以就覺得就是說 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我走一走 年紀大得也不用走這麼快 做捷運什麼的 有可以休息 有這個座位可以休息 應該有少 然後等到呢 到了八九十歲的時候呢 那麼這個沉積的東西越來越多 那他整個這個洞就被黏住了 只剩下五塊 那個一塊錢的大小 如果 甚至有些人呢 他以前如果 大家看過那種五角的人 甚至比這種五角 一角的人還要小的時候呢 開始 他坐著就會喘 會受不了 那這個痛苦呢 就是跟心肌肯測一樣的痛苦 就是坐著也不是 躺著也不是 吃也不吃不下 睡也睡不著 然後你就覺得你的胸口 用一顆死頭壓住了 然後喘不過氣去 所以 這個是一個 一個年紀的病 那 據世界 或是 據台灣統計呢 大概到了八十歲以上呢 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 大概有像這麼大的一個 主動案伴墨 然後有 大概百分之四的人 因為伴墨小載需要開到 那 那這種開到呢 大概就是因為 因為 大陸變小載了 你要把它破壞 那破壞的方式沒有其他的 大概就是 只能用正常的手術的方式 所以 你們的半末 隨著年紀越來的增長 然後它就越來越小 這個叫心嚴小 可是心嚴小 不是因為 因為 不大方 是因為 年紀大了以後呢 然後你這個 半末跟血管一樣 有一次動脈斑 然後鈣化慢慢的產生 你想說一個機器用了七八十年 它難免會生鏽啊 之類的 所以我們的主動脈斑 除了你保養很好的人以外 會好一點以外 其實多多少少都還是會有一些動脈斑的成績 這是嚴重的程度大小的 那麼 剛剛講的 所以呢 你在主腮的程度呢 在很久很久以來 在這個 大概 在這個 十元大小 或是 那個 五元大小的時候呢 其實你的症狀 不太會有症狀 所以你整個疾病的進展呢 可能你一二十年來 可能 都說我平常都有健康檢查啊 什麼啊 醫生都做得很好啊 為什麼突然跟你講說 你這個主動脈斑要害到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心臟是一個很強力受挫的一個肌肉 那在長期的 這種幾十年下來的訓練以下呢 那麼它很容易承受這種壓力過高的一個狀態 那麼到了這種 七八十歲的時候呢 那麼在狹窄這個比較小的時候呢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我體力不好 我年紀大了 我骨頭不行了 我肌肉不行了 所以呢 運動受到限制是認為理所當然的 所以呢 這種狀態底下 大家都會覺得說 欸理所當然的啊 我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等到 認真有夫妻困難 胸悶 暈倒的狀態的時候呢 那麼就是事情很大了 而且 那時候可能七十幾歲 八十歲 體力也不好了 然後跟你說要開刀 你就要想說 欸我這時候開刀 我是不是風險特別高 是不是有其他的問題 如果你不治療他 通常一到三年之間 就會走向死亡 那這死亡 如果說有人說 這種死亡是 走了以後 就一了百了 那就沒有事就算了 可是這種 他通常會經過一段時間 從這種悶 然後沒有辦法動 然後到 到了是說 連吃飯也吃不下的時候 被水腫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慢性很痛苦的一個問題 我常常跟患者講說 心臟病最可憐的人 最可憐的事情是 你癌症到最後吃不下 轉移到全身底下 你腦筋不清楚 那也就算了 肝臟 你肝問題多了 那也就算了 可是心臟的問題呢 可能到了你死前 最後一天 你的腦筋是最清楚的 腦筋清楚 可是身體不舒服的狀態 手也不行 腳也不行 動也不行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呢 年紀大的心臟要不要治療 我們的樂會是說 在目前的科技 很多心臟的治療技術是很辛苦的 很多都可以治療 透過開刀 透過心臟管 透過其他藥物 來幫助你 然後減輕改善你的生活 所以 並不是說七八十歲就不用治療 而是說 當你治療了以後 你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生活品質的時候 那麼這時候 我們就是應該要去治療 當這樣子 所以 所以他疾病的演變呢 就是說 剛開始主動在翻譯化的時候 都沒有症狀 剛到了一個很嚴重的一個下降的時候 就是你要手術的時候 當你手術的時候 他有症狀 他就是 你開刀的時候 就是病情會急痠直下 那 他最常見的 就是一個 喘 腫 甚至有一些人會暈倒 或是心腳痛的狀態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代表我們 我們要開刀的一個狀態 這樣 好 大概到三年裡面 大概 大概一般有症狀 三年裡面 都會走向這個 這個人死亡的境界 假如說 你都放著不治療他 那為什麼會知道這個是三年呢 大概是從那個美國1960年代 醫學沒有那麼發達 手術技術也不發達 那個 藥物的治療也不發達 所以呢 在那個時候呢 大家就說 以前 那個一個手術一台 可能一百萬美金這種手術的話呢 就會有很多人選擇他的治療 就會知道說 有症狀 到他死亡的時間 大概就是三年 那當然在現在這個時間呢 大概不 大部分的人 不會把他放成不治療這樣子 所以 傳統的手術呢 這個是一個手術 造出來的一個狀態 我們的動脈呢 就會蓋 動脈半就會蓋化 會有這種髒東西 沉積在上面 所以呢 傳統的手術呢 要把這個東西 全部都把它 用剪刀 甚至剪刀都剪不到 要用那個 那種鉗子 類似老鼓錢的東西呢 把這種 概化的東西 一顆一顆的把它剪掉 甚至連這種東西都剪不斷 都有可能 例如說 有人會長進去這個動脈裡面呢 甚至剪掉是有危險的 然後再用手 一整一整的把這個新的伴墨 不管是租人 人工的 把它捧到我們這個 除動脈半的位置 然後這樣子 再把心臟打的 目標回來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新的伴墨 所以這個叫做 傳統的心臟的提供賣辦 是要去 在2000年前 甚至是 是5年前 大概這個就是一個標準的做法 所謂的標準做法就是 這是傳統的心臟手術 拿著刀 砍進去 砍進去以後呢 以前老師叫我們 就是大的手術 就是要大傷口 傷口越大越好 越輕鬆 然後醫師可以發 所有的結構看清楚 然後一針一針的幫你縫清楚 可是這個大傷口呢 其實 一個 一個 年輕人 二三十歲 這種三十公分的傷口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還可以很重 可是當你想到說 我已經辛苦了大半輩子 開一個三十公分的大傷口 我幫你掌斷 又把它縫起來 一個體力恢復 可能要三到六個月 然後走路也不舒服 然後平常體力就不飽了 再開一個這麼大的手術 當然它也會不舒服 所以呢 有的人就質疑說 真的 這種大手術真的要用這麼大的傷口呢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 這種二十一世紀的時代 那已經有無人飛機的人 坐在電腦前面 就可以開一架飛機 那麼 心臟外科也可以 這個叫達文西的手術 達文西的手術還是一樣 對你心臟 你還是要把它停止 還是要把骨頭 可能要傷口要打開兩三個洞 還是有傷口 然後伸個機械手批進去 把你的心臟打開 然後把不好的地方鋸掉 可是呢 這種東西 醫師會 會當然壓力很大 而且時間很長 普通的傳統手術 可能開個四個小時 六個小時 這種達文西的手術 這麼複雜的話 有時候要再多一倍的時間 所以呢 你病況越複雜 年紀越大的時候 做達文西的手術的時候 當然風險會提到 可是他帶的好處是 骨頭不用聚胎 只有幾個小傷口 大家這樣就是滿意了 覺得傷口很好 可是這種 就跟傳統的手術一樣 恢復時間是一樣的 因為他叫做體外循環 心臟要停止 所以呢 對你全身的發炎的反應啊 全身體力的套路啊什麼 全部都是一樣的 只是說傷口比較小 痛 因為我們這個肋骨 有可能會撐開 所以我們肋骨的身體 就在旁邊 所以這種肋骨的疼痛呢 會變成是說 慢性的疼痛 有時候動就要牽扯一下 那就比這種穿痛的 這種主動脈 這種胸骨去開的話 會更痛 那第二個是 帶來的共性跟事情 可能會高一點 可是覺得是說 外觀看起來好像不錯的 我們現在已經進步到 二十一世紀 二十二世紀的時代呢 那麼 到了雷射的時代 這種船間炮力 甚至幾百公里遠的地方 用一個雷射 就可以把一個飛彈打掉 或是說影響到那種四季 所以呢 這個是這麼大的手術 我們可以不用任何的傷口 所以在2000年的時候 在1996年的時候 在很多醫師都想碰腦平 到底這麼大的手術 能不能用沒有傷口的手術 所以心導管也是在這種概念底下 產生的 所謂的心導管就是說 我們冠動脈阻塞了 然後我們用一支管 伸到我們的心臟裡面去 然後在我們心臟的血管打光 但是它畢竟管只是一個 兩厘米三厘米的一個腕次 那麼到底 主動脈瓣 五公分 十公分的一個 五公分的這麼大的按摩 到底是也沒有傷口呢 所以呢 當然是現在是 依照科技的辦法 我們已經去説到說 只有一個大概 這個錢子這麼大的一個小傷口 做完手術以後 管子拉掉 然後 然後那個 皮膚都自己喝 用的一針 然後就帶下 根本就沒有傷口 比起達文西更進步了 而且傷口不是在我們的胸部 而是在我們的腹部 所以呢 甚至有一些愛瓶的人 他覺得他根本就沒有傷口 跟我們的心臟管一樣 所以在我們的冠動脈疾病 在我們的急性心肌的症 大家最最同的是 心臟管的一個手術 那麼 半末的手術 慢慢的也進步到說 因為我們沒有傷口 我們就可以進步到什麼 沒有傷口的一個手術 所以呢 這間醫院在我們 衛生衛醫師的領導底下 成立了這種 複合手術的一個團隊 希望說 帶給大家說 沒有傷口的一個手術 那沒有傷口的一個手術 讓大家去說 讓病患的痛苦減輕 然後 這個 讓他大家的恢復更快 所以從2012年到現在 我們進行了大概 兩百多例的這個 什麼 精導管的半末手術 那當然 到了 到了那個 今年呢 這個 在這裡寫 大概六月是五十例 到了年底 現在目前大概 我們做了一股例 一個例的這種 精導管的手術 當然是 這種 這麼大的手術 變成這麼小傷口的手術 當然是 有一些 前輩啊 然後一些 病患的症群 這種 這種一個 精導管的主動脈 半人之外 那 當然 在很久很久以前 大概認為就是說 主動脈的手術 一年的死亡率 大概是多少 那 大概就是說 我們 手術的這個 造成的一個 一個風險 大概是 百分之五 以下 因為 跟傳統的手術一樣 這種 這種主動脈半的手術 幾千六七十歲 大概就是百分之五 全世界 大概不會差太多 那麼 精導管的手術的話 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的手術的死亡率 或是病患症發生的比例 小幸福 要不然 你開了一個 這麼小的傷口 結果你的傷口的風險 很大的時候 這當然就滑過來 那 那到底是傷口大 還是要用這個 這個 命中要 當然是命中要 所以 目前為止 我們是 希望說 我們的這個手術的 說 這個病患症的 問題呢 小於台風之五 那 那一年的 做一個月的話 因為有些太老 或是其他問題 就希望 小於百分之五 那目前 那些醫院 也能夠 達到這個問題 那台灣呢 其實 大部分這個手術 到目前為止 大概四百五十例 四百六十例 正體醫院 大概做了兩百億左右 那其他的分部在 台大跟同種 佔了其他的 整個三件較前 大概佔了百分之八 當然還有 零零三三的 例如說 長根啊 然後其他 新光陰瑪界 這些大醫院 都有在執行 這樣子 那最主要 這個東西呢 因為 它是一個先進的技術 所以呢 我們國家是傾向不幾部 所以 剛開始 2012年的時候 它是屬於一個 人體試驗的階段 所以 大概在 三四年前 大概能夠接收這種手術的人 還是屬於少數 到目前為止 越來越多的人 能夠了解到這種手術 然後也能夠接收到這種貢獻 到目前為止 預計會越來越多的人 使用這種手術 那 差不多越是四百例 然後到現在 大概是四百 五六十例 五六這樣子 那 手術的成功率 每一間醫院 都差不多 跟世界的技術 是一樣的 那最主要 什麼人 可以做這種手術 第一個 要做一個 那個 多切面的電腦斷層 因為 我們要 沒有辦法 用眼睛 看到我們 主動脈的結構 主動脈半的結構 形象的結構 那用什麼來看呢 就是用一個 高速的電腦斷層 利用這個 放射線 跟我們的牽引機能 然後呢 把我們觀眾公賣場 在哪裡 血管的走向是怎麼樣 然後 上面有多少概畫 然後 這個大小是多少 那 把它量清楚 然後 這就是我們的地圖 例如說 我今天 我要到美國的舊金山去 然後 需要自助理性 我需要的是什麼 第一件事情 我一定上網 去找一個地圖 或是買一本地圖 看看說 我今天要到舊金山的 四東天去 然後 然後看看那個 最漂亮的金山大小 要怎麼做 就是要有一個地圖 這個電腦斷層 就是給我們一個地圖 那這個地圖 就可以知道說 哪一條路可以通 哪個地方風險最高 最主要最主要 做一個電腦斷層 我剛剛講到 人有高油 人有180公分 人只有160公分 那麼這個半墨的大小 也有大油小 身材高大的人 當然半墨大一點 身材還小的一點 當然半墨小一點 那麼 我一個小的動脈 裝一個很大的動脈 它會發生什麼狀況 那是一個災難 這一定是支裂開的 那一個小半墨 裝一個很大很大的半墨 一個180公分 裝一個最小的半墨進去 那個東西裝進去以後 已經是雕像 所以呢 這種高速的電腦斷層 除了讓你有一個地圖 除了在外 另外一個問題 是在於說 它給你知道說 你應該是哪一種大墨 或是哪一種大墨 這個手術 在1960年的時候 政治人體試驗 那時候 十個人裡面 有一個人合不了家 手術的時候 然後那個 大概五個裡面 有一個人 一個月裡面會死亡 除了疾病的因素 其實最主要是 那個時候 不知道說 天啊 斷層 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有個地圖 你可以往哪一邊走 然後用多少 以前都是大家猜說 這個人身高多少 查理波看起來 大概多大分小 所以呢 就裝進去了 那以前的半墨 也只有大跟小的差別而已 沒有中間的耗數 所以呢 你再裝下去 那邊還會大 不是主動賣裂料 要不然就 東西掉下來 都產生了一個 很大的病房子 這樣子 所以呢 一般來講 我們強烈建議 每一個病人都會做這個 多切面的電腦斷層的一個平骨 那麼 台灣最早期 是叫做民燈裂的這個 這個半墨 那 他就是跟一個刮一樣 然後管子一拉開以後 他就是一個彈髮 然後這個半墨 是一個記憶清楚 然後管子慢慢的拉的時候呢 那麼 你的那個主動賣半呢 他就是被被卡住了 大家如果有喝過紅酒的話 那個平塞的道理是一樣的 就是用一個平塞 硬去把它塞在那個地方 然後卡住了以後 他就掉下來 所以 這樣子 整個過程 3分鐘 5分鐘 他就有一個新的半墨 這樣子 所以 整個時間其實非常的短 整個手術的時間 大概 是只有 10分鐘 20分鐘 當然跟以前 那些醫學的前輩 整個手術的時間 用可能是一整天 那現在大概 我們這個手術的時間 大概是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大概 我們脹胎以後 有人說 這種是 是新花朵朵胎 類似一個 一個化來形狀 然後半墨會存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半墨為什麼會這麼貴呢 因為第一個 這是記憶金屬 然後 他要把這個金屬呢 折在剛剛那個小管子裡面 然後這個金屬裡面呢 他又要捧一個半墨 好不管是豬的或是什麼 還要一整一整慢慢的捧 然後 在捧個過程中 他可能 如果品質不臉 他就自然的 很難睡 他自然就是賣一個 很貴的一個人 價錢這樣 那第二個是 他需要一個什麼 最前進的一個設備 那傳染的手術室呢 是排版的各種不同的東西 然後有這個新廢機 現在的手術室呢 大概裝滿了各種不同的螢幕 然後電腦 然後還有最先進的燈光 然後甚至是有這個 我們那個魏主任呢 然後他就設計了一個全台灣 第一個機械手臂的這個X光機 那透過這個機械手臂的X光機呢 然後人在這邊瞧鐘的時候 然後透過各種不同的影像系統 那助手也可以看得到影像 然後手術的人也可以看得到影像 然後來幫助病患 所得到一個完全的解決 要不然你還在用一個24劑時代的X光機的話 那在這麼講求這個精準的手術的時候 那風險自然會比較高 所以這種複合式的手術室呢 他所要的人很多的醫師在這個手術裡面 然後執行這個手術 所以我們在2013年3月的時候 執行這個主動賣汗的手術 然後你可以看到整個手術室裡面 不是只有手術的醫師而已 那工作人員放設施 整個加起來不下10幾個20個 所以有的時候 很多人認為說 我找這個醫師太大了 這個醫師通常穿動的手術 都是一個醫師 或是一個叫做你的駐手術室 可是在這麼小的上口裡面 反而他用到裡面 大概可以說他123456789 12的醫師 在這裡面 所以他所耗費的人力 跟所需要注重的這個精神 會更比傳統的手術更多 所以呢 我們真行醫院也通過了 這個特教不同的這種 操作的證明 然後我們其中大部分的醫師 也都得到這種 廠商他的認證 然後可以去國外 譬如說去越南 去日本 然後教導工 他們執行這個手術這樣子 那這裡就是 那個衛醫師帶領的團隊 然後來操作這樣子 所以呢 本來我們的這個主動麥飯呢 他的平均呢 他的平均呢 是0.64 做完這個手術以後呢 他的平均可以到1.6到2.5左右 那為什麼這2.0還要屬於一個 一個身上體重的一個體重的 一個體重的體重面積 所以 所以一般來講 就是接近正常的 一個主動麥飯的開口大小 然後 然後那個 因為我們一個小仔 會有一個壓差 所以會降到一個 一個接近正常的一個壓差 那 他的血流呢 就可以很快的 那個 打到全面去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這個紅色的呢 這個藍色的呢 就是表示心臟有症狀 藍色的意思就是說 比較不好的症狀 那經過一個月以後呢 大部分的人呢 他改善很多 可是還有少部分的人 他可能走路的時候 還會痠 那到了6個月以後呢 心臟得到足夠的休息以後呢 那他就會 症狀就會比較 比較黏用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態 也就是說 我今天 在你身上擺了一個 一百公斤的東西 那麼 你走路當然是會很喘 那 我現在把一百公斤的東西拿走 你只是負擔變小了 可是 你體力已經 你已經走累了 所以你走一走 你還是會很累 等到 前面有一顆大樹 我讓你 坐下來休息 休息個十分鐘 然後 你再繼續走的時候 你就覺得 欸 身輕如眼 所以 你狀態辦的手術也是一樣 剛開始 我就是加一百公斤的在你身上 等到做完手術以後呢 我把這一百公斤的東西拿走 你還是覺得 你沒有休息到 你還會不舒服 所以一個月的時候 就有人講說 我花了這麼多錢 為什麼 不是完全改善 到了六個月以後呢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覺得說 好像沒有什麼感覺 就是說 跟他兩三年前一歲 都沒有什麼感覺 那如果開傳統的手術的時候呢 因為這個左皮外循環 這麼大的傷口的時候呢 大部分的人 在一個月的時候呢 他都會覺得 怎麼走路 有開到比 開完招以後 比沒有開到之前 更累更傷 到了六個月以後 身體獲得充足的休息以後 才會覺得不錯 好像 我沒有開到 然後我又過了一個 慶神的一個感覺 大概 大概 傳統 跟重心導管 手術的一個經驗 大概就是這 所以 術後的症狀 非常非常快 從一個月裡面 都帶過了幾個之八十才算 到了六個月以後 大概九十年 大概都沒有什麼症狀 那 當然 講那麼多 一定講說 大概會有什麼 什麼 什麼病發症 第一個是 因為呢 我們的 罐中中脈都在 我們中脈半的旁邊 所以呢 我們用一個東西 一把它撐開以後 這個 主中脈半旁邊的東西 那東西有時候 會跑進去 罐中中脈旁邊 所以有時候 會把 罐中中脈 塗在變成 七七七七的 有時候 因為那個管子 再怎麼大 目前為止 大概還有 這個 八個 罐中脈 大 快要一共分的大小 所以那管子很粗 那有些人 血管特別強 或是 蓋花特別多的時候 管子搓進去再發出來 還是有可能 會有血管損傷的機會 那 也有些人呢 因為我們東西 主動脈半是 不解僱的 所以 用一個東西 去把它撐開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 例如說 我們這個牆壁塗一個水泥 那 以前如果大家有看過 海撒屋的時候 那個水泥塗上去 我們表面上 看起來都是一個牆壁 很好的一個牆壁 可是呢 那種 海撒屋的牆壁 一碰 那個水泥 跟那個油漆 就是類似下雨這樣 屑屑都掉下來 掉到腦部就是中風 有的人的主動脈半就是 像這樣子 有的人的主動脈半呢 它就是像那種紋禮符一樣 你再怎麼碰它 它都不會掉下來 所以 大概會有百分之一的 中風 可是大家不要想說 腦中風就一定對你的生活 會造成影響 所幸 這百分之一的腦中風裡面 其中有一半呢 可能是暫時的影響 可能你會覺得說 你講話比較慢 講話講不清楚 手腳有一點點便利 甚至是說你的家人 自己才會感受得到 外面不認識的 你很好啊 開玩笑很好啊 那可是還是會有一半的人 會有嚴重的狀況 一手一腳 或者是說 那這就是代表是說 所有的手術呢 其實還是會有風險 只是說風險的多更少 你如果以二十年代的標準 他的風險就是百分之四 百分之二十 手術的風險 在這個胖六十歲的 手術的風險大概就是百分之二十 所以大家請選的不開張 可是現在的這個時代呢 金刀館得手術 他的風險大概就是百分之五 年輕人開竹刀 他辦的手術六十歲以下 五十十歲這種 這兩個之五是想法的 那麼開這個竹的 這種金刀館 在八九十歲的時候 我會以為百分之五 甚至是百分之三的時候 那大家可能是 比較不夠接受這種風險 可是所有的手術 甚至麻醉 大家要記得一點 他不是理你花的錢 他不是理 因為有很多不可預期的事情 叫天有側風力 醫師跟所有的工作人員 一定是盡全力來幫助大家說 恢復健康 可是就是有一些不預期的事情 所謂不預期的事情就是說 我走在路上旁邊車子不會跑過人 何況是在地上裡面 人是肉做的 不是鐵做的 所以他是前邊往後 沒有一個是跟隔壁的人一樣 學之前 你知道五十一六十一的人 要找到兩個一模一樣的 是很難的 甚至是你雙胞還是養肌 可能還是不一樣 麻麻麻麻 包含是隔壁的出來 所以醫師只能用百分之九十的人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還是能盡全力來治療 可是還是偶爾會有 做到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的醫療層 所以呢 這個是也是因為 我們的陳寗做得還不錯 人家都邀請心臟內科的應徒人 還有衛徒人 來進行轉播的一個手術 示範手術 這是一個很難的病人 這個病人呢 以前開過兩個伴墓 還有拉不到手術 那經過了十年以後 他那個伴墓壞掉了 壞掉了怎麼辦 再開一刀 那開一刀 第一個辛苦 那這種痛是不能忍受的 因為你苦苦要再聚開一次 那第二個問題是呢 我們這個心臟 會跟表面的肺臟啊 股膀啊 佔念 所以你要把你的 以前的伴墓 把它發出來的時候 那遭受的風險 不是一倍兩倍 而是十倍二十倍 這種風險 所以呢 這種 這麼困難的手術呢 那 在國外 他就邀請這個 團隊 執行這種 叫做 這個禁導管 主動脈辦的示範手術 那這個 幾乎是沒有簡介的一個過程 我們就把一個管子 這是另外一家 愛德華手術的管子 我們就把管子呢 透過X光片的導引 然後慢慢的往 這個主動脈遠端的地方 然後一直推 一直推 這個都沒有經過剪接 大概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會推的怎麼順 因為我剛剛有講過 我們剛剛做的電腦斷層 知道他的結構是怎麼樣 哪邊要避過去 哪邊要閃過去 然後就把管子往前推 然後推到他以前 這個半模的這個地方 然後因為有先進的技術 所以我們的理項可以放大 可以很清楚看到 以前的半模在什麼地方 那是以前的半模 然後如何去對位 這是新的半模 這是舊的半模 然後兩個東西要如何的配合 那當然這個是因為是一個示範的手術 所以在過程中 會有對方來問說 你們這時候要注意什麼 這個什麼 然後一邊手術還可以一邊示範 這樣子 那接著呢 我們就開始把這個半模推定位 然後對齊他原本的半模 放在我們想要半模的位置 放置好了以後呢 然後再放大 然後我們把它看到說 這個半模可以把完全很牢靠的 放在這個原本的這個半模裡面 接下來呢 我們就幾個代步呢 要同心合力的 一個呢 要很精準的對準這個半模的位置 然後呢 要把這個半模這個外面這個外橋呢 把它拉到比較遠的地方 因為這個半模要用你的殼去保護它 保護它以後 然後要像現在你主任 就把這個半模的橋 把它對準以後 要把它拉到比較外面的地方 好 那這個 這拉的時候呢 大家想說 你看著螢幕 如果大家打電動就知道說 當然 當然這個是年輕人的 這個打電動是這個年輕人的 可是 現在有很多人用iPad的啊 用什麼 電腦大概對大家 都是一個很方便的東西 你看著螢幕 去做你的動作 它不是一一一的動作 困難點就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慢慢的把這個模 往外拉 然後還要把半模推到你想要的一個位置 這樣子 好 那現在大家都把這個位置把它對齊了 然後就要同心合力的一起運動動作 然後由主任這個發號施令這樣子 現在我們要把這個半模換開了 好 那到政治之前 都是準備了海邊開始的換盤 大家可以知道說這種金導管的半模 可以用多快速的一個方法做換盤的 好 好 那大家都滿意了這個這個半模的位置以後 放大以後 也知道說 跟原本的半模的位置都很配合 好 然後對準以後呢 然後準備把這個半模把它放開 好 然後那主持人當然就問大家說 滿意不滿意這個位置的 因為其實事實上比這個還要快一點 好 那在心臟跳動的底下 當然這個半模會上下的移動 所以呢 我們會用一個節律器的 然後讓他心臟暫時的那個跳動很快的時候 他移動的不會那麼多 好 然後就準備把這個半模放開 好 那現在準備要放了 那主持人覺得跟主持人講說 我們現在滿意這個位置啊 然後這個位置 在我們想要的位置 然後 然後再試過一次以後 這個半模 會讓他以後會卡住在原本的半模上面 那大家都滿意這個位置以後呢 那我們就開始要放半模 這樣子 是 什麽 因為 我覺得 一個 從這裡開始,因為中間像畫像在做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放斑墨 然後心上還在跳動的狀況底下 然後用一個氣球把這個斑墨盛開 現在就開始放了 然後整個過程大概還不到30秒 好,斑墨盛開了 然後我們把這個兩邊醫師合作以後 然後把氣球縮起來 還有一個新的斑墨 然後就把這個氣球跟盛管把它往外拉 這樣子這個斑墨手術就完成了 那這個手術就這樣子 盛管的錯誤 就把它擠到旁邊去 不管它呢 它因為那斑墨的夜半很棒 就是類似我們穿衣服 穿進去以後 把它外面那一層衣服把它擠到旁邊去 這個這個斑墨是一個記憶金屬 所以你用力把它撐起來以後 然後它外面金屬是外面是一個模式 所以它有摩擦力 然後靠它金屬外面後的力量把它扛住 那不同的設計 有的要卡比較緊 有的要摩擦力比較大 有的要比較密 比較不會夠 所以每一個人適合的斑墨都不太一定 所以我們會在手術之前 教育的人 對 然後來大家討論說 它適合哪一種斑墨 哪一種不像 所以在這個狀態底下 這個斑墨手術就是 整個過程 手術的過程 心臟還在跳動 整個過程還在跳動 可是傳統的斑墨的手術大概多久 你要想說 大概我們講話的時間 大概心臟還沒停止 或者說我們紅腺、紅海綿、紅毛 那在這種形式的手術底下三、四秒 就結束了 甚至是說 二間半的手術 在心臟中間的一個斑墨 也可以透過這種心肩的手術去完成 那當然金導管的手術 大家認為有可能是未來的主要 這是德國的統計 德國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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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認為是說 這些三成的人 手術奉獻要高的人 還花錢做這個手術 那麼到了2020年左右 他們德國的統計 德國的統計 德國的統計 他們認為是說 這些三成的人 他們都是認為 手術奉獻要高的人 還花錢做這個手術 那麼到了2020年左右 德國的議事認為 大概八成的人 會做這種金導管的手術 只有兩成 這種例如說 主動脈半特別大 找不到這種金導管的半末 或是說 你這個結構有問題 做導管的手術會有危險 你才會開這種傳統的手術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呢 是因為這種半末 其實他的年紀不太大 並說才15天而已 廠商花了很多錢 然後醫師跟病人 也花了很多的心理在這場面 所以目前為止 大概台灣是賣102萬左右 光是一個大分 那德國全世界用最多的四成的病人 是用這種金導管的半末 當然一定要可以自駕 所以他們國家一顆半末 大概是賣85萬左右 英國大概90萬 那全世界最貴的應該是 日本跟美國120萬 台灣剛好落在中間 台灣沒有賣的特別貴 那只是全世界只有兩個地方 可以賣他們國家免費提供的病人 所以要服務他們的退避 的話 一個是資本 一個是德國 這兩個國家 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世界上最有錢的兩個國家 那目前為止 包含美國啊 台灣啊 英國啊 不是要自己保養到 那當然是這種 對經濟的負擔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 所以第一個是未來的現場會寄付 第二個是說 其實最重要的廠商要降降 因為過了這十幾年來 他們大概研發了成本 大概研發了這樣降降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在於說 因為大家想說 這個罐子還有一公分那麼大 目前我們可以劇值 現在在美國 他們大概已經進步到大概 8000億克 甚至是7000億克 這麼大小 還可以再說 減個百分之二十大強的狀況 那激素性感染 可能是 病人的痛苦 可能這種激素的進步 會更好這樣子 所以這種 今早晚的手術呢 是這種未來手術的更新度 包含以後的二間半手術 那目前為止已經開始有這種人 直接在做這種二間半手術 是新導管的這種手術 那成績也還不錯 那只是說 還有一些房間也需要測試 那現在這些大部分的 大家希望說 以後都可以新導管 就跟新導管一樣 以前新導管的手術 是只有10%的人 才能做新導管的手術 那現在呢 是8、90%的人 是經過新導管的手術 還有10%、20%的人 才做新導管的手術 這樣做 所以呢 現在 以前 大家認為是說 因為經濟的考量 或是其他的考量 那 大部分都是接近病人 就傳統的手術 那麼未來呢 今導管的手術 越來越多人接受 他的降情降低了 大家進步 技術的進步 然後也知道這個疾病 哪一些病人 哪一些適合 哪一些病人的適合 那麼這種 今導管的普通 我們來辦事辦手術 或是20%辦手術 有可能會變成逐流 那 那當然 你現在 目前為止 全世界的公司 還是 這種手術 是提供在80歲以上 然後 或是 傳統的手術 開刀的話 高風險 例如說 你的肺有問題 你的肝有問題 或是你的主動脈幹化 或是 靠正開另外 第二次到的這種 串神 你要做這種 經導管的這種手術 要不然一般來講 他們是建議 是說 太年輕了 還有體力是說 不要花這麼多錢 做這個 傳統的手術 因為 人力不值錢 尤其是在台灣 你用手工的 所有的幾步 是最低的 那在美國 或是在德國 為什麼 我剛剛講的德國 他們經導管的手術 他們有40%的 所以我真的經導管的手術 是因為 德國 住院費 大概跟 那個 或是美國的住院費 跟台灣的住院費 是一樣的 只是他們的住院費 一天 是用歐元 或是美金計算 台灣的住院費 是用海底計算 所以一天是差30倍 所以呢 一百萬對他們 算一算來講 你經導管的 例如說 在鎮定醫院的經驗 手術前兩天住院 然後做一個基本的檢查 或是前三天四天住院 做一個基本的檢查 然後呢 手術當天 住交互病房 如果順利的話呢 手術可一天 出交互病房 所以 住交互病房 只有一天 那你如果 以一千塊美金來講 你光是傳統手術 你要住交互病房 住個三天四天 那病房病房 要住 起碼 來講的話 節省的金錢 對於他們這種 歐美 人力很貴的一個國家 來講的話 他們算一算 好像兩種手術的價錢 差不多 甚至是那種 節省的那種病人 能夠再投入工作啊 投入社會的時間比較短 不用再講說 休養 他馬上可以去做 那事情 如果做小孩 也不用特別太照顧的話 他們會認為說 他們值得 所以他們願意 付出社會成果 去做這個手術這樣子 目前台灣是認為就是說 有型的價值比較重要 所以 斑墨的價值太高 所以他建議 也是用盡 而且來 探望這個 這個東西 這樣子 那 所以呢 未來只有 非常非常年輕 例如說 你二三十歲了 病人 因為你預期 你將來 二十年三十年 放一個組織 組織斑墨的時候 你還有可能 他要再放一次 那當然斑墨裡面再加一種斑墨 是有可能的 可是太年輕的時候 有時候 我們會 半金屬的斑墨 那他可能 以後的未來的四五十年 都不用拆到 可是這種金屬的斑墨 要吃這種很強的抗靈血跡 因為 抗靈血跡吃太多 身體會流血 吃太少 你的斑墨會壞掉 會中風 所以你要常常抽血 所以對於一個年紀大 五六十歲的人 有時候 很容易受感 有時候身體極大不舒服 你吃藥什麼都要很小心 那時候 我們會建議他說 多數指販 不像年輕人 移動金屬 這樣子 所以 這個是手術當中 一個 這個傳統的手術 光是要看到 這個階段 大概 經到完的手術 就已經執行完畢了 因為你要把骨頭巨開 把皮分開 然後把心臟露出來 然後在上面 準備這種手術的東西 到這個階段 經到完的手術 就已經完成了 當然 時間的問題 病人痛苦的問題 還有熱誠門的問題 讓大家 節省掉很多人 這個問題 這樣子 所以 在美國 或是在台灣 現在的主要 建議是什麼 我們未來的手術 未來的治療 不是再只有一個單一的一個醫師 點對點的一個關係 可是希望說 提供給患者 提供給民眾 一個團隊的 一個團隊裡面 可能有心臟外科的醫師 有放射科的醫師 然後有心臟內科的醫師 甚至是說 我們這個專業的超應過的醫師 然後一起來幫你提供一個 最好的一個診斷 和一個治療 大家當然是說 去醫院裡面 可能看到只有 看一個醫師 一個點對點的 可是在這個 這個環境底下 目前大家認為就是說 多個人合起來 給這種想法 然後更決定 然後才能可以 多方面的診斷 才能可以 運患最後的治療 跟思考 所以 以後的治療 大家可能不是說 我心臟病就是說 心臟病就是找心臟內科的醫師 以後可能你是找一個團隊 證定醫院是一個心臟的團隊 所以我因為這個醫院的團隊 然後是也在這邊 你當上我來這裡的治療 而不是說 這個醫師 你當一個醫師來治療 一個人一天只有24小時 可是四個人一天只有一小時 所以你獲得的時間 跟每個人獲得的治療 是不一樣的分別 所以 目前為止 大概美國當然他們 後座也在推進心臟團隊 那我們的醫院算是 開始了比較少 大概在四五年前 就在產生這種 跨團隊的一個領域 然後很期望說 給大家一個心臟團隊的一個領域 然後 所以病患 你可能看到的是衛醫師 也有可能看到的是衛醫師 也有可能看到的是草醫師 也有可能看到的是草醫師 或是看到我 可是呢 在背後呢 我們大部分困難的病例 都會經過一個心臟團隊的一個領域 然後跟病患感說 你這個應該要怎麼樣 或是你應該要怎麼樣 那接受的治療呢 也不是在一個醫師 一個領域 而是一個團隊的醫生 不管是在目前或是目前 或是目前為止 來防病患的治療 所以整個手術 不管是受精導患的手術 或是團統的手術 其實一個無間的合作 合作無間的一個領域 才是給患者一個最好的一個治療 那最後就是用這一張這個 一個手術的當作 然後這麼多的醫師 在這個一個病人 一個這麼小的區域裡面 開放病患不悟 才是這個患患病人最大的一個權力 那這裡最後舉一個例子 在一個病人 非常 年紀非常大 77歲 因為他可能大概在五年前 他就診斷說 這個足道快半下來 還因為他想說 我年紀大了 反正如果過一天就過一天 我剛剛講過了 這種病過一天算一天 到最後就是最慘的 為什麼 因為你老是清楚 身體不舒服 你心不喪氣來 最後他就跟教授講說 你無論如何 一定要就我 五年前不開刀 可是現在我太痛苦了 我一定要不開刀 所以在非常緊急的 被水腫的狀態底下 要求醫師開刀 那你好好的開刀 可能有風險是百分之五 被水腫很緊急的狀態 那就是散漲非常 所以百分之二十三十 這一個風險 所以呢 主動開判 他血打不出去了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很嚴重的概化 只剩下這個小瘋 可以把血打出去 甚至這個血打不出去 就往這個心房區裡 一個狀態 造成二天白的問題 存在這樣子 那麼 這個病人呢 很不幸的 送到手術室連續 他心臟都不跳 然後他就是 在這個 在這個手術的當 還沒開始手術 他就開始急救了 因為他已經 到了他的一個離間點 所以一邊手術 一邊急救 然後一邊 幫他做這個 體外夜分母的一個建立這樣子 你看這個心跳 只有 只有小米三次 幾乎是沒有血壓 沒有心跳的一個狀態 他超一波看到心臟也都不太跳 所以我們就是維持一個基本的血壓 然後馬上的 這個是當下的手術 馬上的 有團隊說的人 聚精會神的 幫他把動脈的管子建立起來 然後把伴墨放上去 好 你看 這個手術之前 心臟都不太跳了 一邊急救 一邊在做 這個 這個狀態 然後 心臟不太跳的狀態一下 就趕快的 把這個伴墨 把它放開 好 然後 放開以後呢 然後 確定位置都可以 然後 再給一點點藥物 他就有一個功能的伴墨 他學終於 從心臟裡面 然後打出去 到學生去 好 很快的 病人的狀況就 就改善了 然後脫離體外血管 當然 這種付出的代價 救的回來 當然 住院不是一個禮拜的問題 這個病人 後來 住了 大概在醫院裡面一個月 可是 也因為他做這個手術 對全身的傷害比較少 所以一個月才能夠 做出這個醫院 所以 在我們心臟的管理 有魏魏正教授領導 然後馬雷克的蔡教授 然後 還有我們的熊主任 音主任 然後還有我們的超主任 然後這團隊的人 越來越多 大概 再來我們 最新的青少年 一個東西裡面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醫師 都是屬於這個 跨團隊 鄰居跟醫師 隨時都互相支援 例如說 欸 哪一位醫師出國 或是哪一位醫師休假 或是剛好 在醫 在台北市裡面 然後隨時 都有人 可以提供計劃 做這個手術 那所以呢 這種 這種 團隊的這種合作 才是我們這種手術 最強行的 也很注目 這樣 最後就是 祝大家這個人 身體健康 最好是 不要 還是剛剛那個 我們的 那個 魏小姐講的 最主要 找到我們 其實就是一個大麻 發錢事情 是身體的健康 還是最重要的身體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